为促进观光发展 公路总局将补助台北市引进双层巴士 并且以行驶观光路线为主 而在29号的交通汇报上 观光传播局就向市长柯文哲 进行观光公车的规划情况 预计第一阶段以低底盘公车营运 最快就会在年底上路 第一阶段里头 现在的业者经营是以市区域 汽车客人业者来做一个规划 那首班车的时间是8点钟 末班车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 那这些主要是配合各个场馆的一个营运时间 来做一个开营运班次的一个线盒 目前观传局规划的观光公车 路线全程为29.3公里 北端开往故宫博物院 南端则到达台北101 途中将行进士林夜市 美术馆 行天宫与迪化街等热门的观光景点 不过柯市长建议 最好把车次分为日夜间不同时段 才能真正符合观光客的要求 看就有两个缺点 你白天跟黑夜要分开 你那个士林夜市早上士林夜 对 迪化街夜市 所以这个路线有日间路线跟夜间路线 这一看就知道不对 再来那个车上的导览 那个语言不可能有一个人在那里 什么话都会讲 所以还是要有估品 观传局表示 12月观光公车上路之后 明年就将征求营运业者接续办理 也将给予1100多万的补助 购买8辆的双层巴士 规划每隔30分钟发一班车来行驶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导 BB宽品120每月888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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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